哎唷聊四季天天如個星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圍巾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最近這個河馬先生就是Nelian 他所辦的公寓杯最近已經熱血開打了 我挑了一場我覺得還不錯的比賽 來跟各位分享 這場比賽是Hot對上這位Obertank 兩位都是領先的玩家 Hot也是很常在跟NBL天梯對決的人物 這場的分數天梯是2700分對2400分比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把這條是紅色好了 先來介紹一下Hot這邊選擇的文筆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農田的工作效率 是可以增加15%的 那他可能是僅次於波蘭第二慘鬥快的文明 第一名我心目中還是波蘭 第三名是這個高緬 那斯拉夫人的後期呢 這個步兵非常強大 有這個王家四重可以擴散傷害 而且後期還有貴族鐵齊 可以使用 貴族鐵齊的近戰防禦 這個精銳有8點非常坦 後期的工程器的造價也是特別便宜 但是他的工程器沒有火炮 這一點是比較可惜一點 後期的組合都是貴族鐵齊 步兵還有這個工程器為主的一個組合 接下來看一下圍巾人 圍巾人的最大特色呢 是他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還有手推車 這讓這個效果 讓他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 都有一定的經濟上的領先 而且是全方面的經濟領先 畢竟省去這個輪軸技術跟手推車的研發的科技 跟研發的時間 這個成本 全部省去之後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而且可以立即獲得這個經濟加少 讓圍巾人的經濟非常的好 而且就算打到真的很大後期 他還有三級農三級木 可以去做選擇使用的 所以圍巾人的大後期呢 如果是打垃圾並對決的話 經濟也不會差到哪裡 雖然這個三級農我是覺得 三級農三級木的這個差別 並不會影響到他的後期的勝率 因為他通常只會在城堡時代初期 或地龍時代初期 就可以打贏對手 因為這個經濟加少 非常的可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上坡 那上坡他的特色 就是他有這些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上坡 對 然後這個上坡的地方 有一堆鹿 我有看過這個蒙古玩家 在這個地方 一直吃這個鹿 插模仿到處吃 然後用自己的肉馬 跟槍兵到處防守 那如果你敢勇敢去吃鹿的話 這個經濟加成會獲得一些 但是有個缺點 這個吃鹿保護 是需要相當多的兵力 去保護你的村民去採集資源的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建議 大家就等等去插模仿到處吃 除非你是蒙古 或是哥德之類的 就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也記得 你一定要配槍兵 不然被肉馬抓會很虧的 好 接下來 兩邊都準備升到了封建實彈 那維京人呢 在近期這幾次的改版來說 勝率都不差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在12月7號 查的戰績勝率 是這個文明前六強 這個就有點讓我匪思所疑 就有點 維京這個後期科技相當不完全 沒有巨型投石機 沒有火炮 巨型投石機誰都有 沒有火炮 而且也沒有拇指環 而且馬卡的部分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科技是非常缺乏的 也沒有火槍 但是只有這個經濟超好的一個優勢 所以就要來看一下維京人 不過不是在天梯裡 如果是在比賽中 不知道會有如何的效果 就要來看一下 好 那目前看到HOT 這邊是兩隻肉馬 想要抓掉維京這邊 但維京這邊有補了一些槍兵 跟弓兵做防守 所以問題不大 那上方弓兵也在慢慢繼續按下去了 好 轉出了馬 最後裡面的肉馬 待會要開始噴了 那維京的這個打法來說 看了一下戰機網 他都是寫肉馬開局是最多的 工兵開反而是沒有到像肉馬這麼多 那這場比賽算是維京人的一個特別打法 先工兵開之後再轉肉馬 說特別也不會到特別 其實每個文明也都是這樣打 只是以這個文明的勝率來說 肉馬開局是更常見的 比這個工兵開局 好 那賽事中的維京人 看起來是跟天梯差不多 就是經濟很好 沒什麼特別感想 他就是有經濟好的感覺 好 那維京這邊有現在三隻肉馬 配上六隻工兵 兩隻槍兵往前 差一點戳到 上面也有三隻槍兵也想要上前 但是工兵壓制住 現在工兵一直往前走 不想給對方有任何用這個槍兵戳到自己肉馬的機會 他敢往前走 這個後面的工兵就敢往前射 後面這邊細節處理得很好 射掉一隻肉馬 前方的工兵繼續輸出槍兵 這邊維京細節處理得很好 塔塔這邊是有點尷尬的 把自己前方的兵送的差不多了 斯拉夫人這邊補下了一擊射 那這邊一擊射補完之後 可能要回首一下了 不能再出去了 這邊再出去會很虧 哇 這邊肉馬還被抽掉了兩隻 好 維京這邊槍兵繼續往前 這邊圍一下 但是還是可以出去喔 這裡有個洞 好 工兵進來 斯拉夫的工兵鎧甲補下了 弱馬這裡沒在動 這邊是守備模式 只會反擊而已 OK 反擊掉了一隻肉馬 工兵收掉剩下單隻的弱馬 OK 工兵互換 沒有一擊的工兵鎧甲 所以毛兵被射還是有點痛 有了這個一擊的工兵鎧甲 維京人決定要撤退 那這邊又轉出了一隻肉馬 感覺維京人喔 是出了蠻多的肉馬 那這個是賽事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蠻快的喔 就可以來升到這個城堡style 配置有所不同的感覺 好 目前看到十五分鐘 打架的情況下 斯拉夫人這裡要補下這個 黃金嗎 感覺要來升城堡style 這邊要找個黃金挖一下會比較好 不要再繼續跟他練戰 喔 在挖了 剛開挖而已 OK 這邊直接挖了大概八個人去挖機 那這個時候差不多就要挖了 主要是你的肉類喔 已經快要可以點城堡style 好 那維京人這邊也是補了一個士忌 然後也是開始挖黃金 更多人去挖 他本來就有在挖 但是又補了更多的人 畢竟自己還是要繼續出工兵 沒有打算要停喔 那維京人的強弩 他也算是有一個特色在的 只要點下金冠技術 黃戰四方之後呢 強弩的傷害可以多加一攻 但是憂鬱沒有母子環的關係 往往還是被擁有母子環的文明給打爆 所以這個維京人 強應該不是強在這個金冠技術 而是他的天生經濟的優勢加成 OK 維京人這邊經濟非常好的關係 已經點下了城堡塞 但斯阿富人雖然這邊經濟也是很好的 因為他是有農田加成的文明 所以肉類獲取其實是不輸給維京人的 但其他方面來說 維京人就更勝一籌 最近免費的輪走經濟加成是很多的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好 維京這邊經濟像是贏了300支援 但食物的部分是輸給斯阿富人 斯阿富人這邊還是有肉類的優勢在 所以目前維京人只要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就是他的黃金期 看數季來說 維京人的勝率 都是贏在30分鐘到40分鐘這段時間 但那時間是城堡時代初期 跟地勇時代初期的時候 我也是認同 這個文明確實是 通常都是贏在這個地方 只要越後期 維京人的勝率就越低 所以我剛剛開頭才提到 這個三級農三級木 這個其實不是影響他的勝率的關係 主要還是他的經濟加成的優勢 會更有感一些 好 那這邊毛兵走過來 差點射掉一隻 沒有射掉 後面補了一個馬凱 維京這邊轉馬凱還不錯 那維京人在團戰的表現 內架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出重裝騎士 由於經濟很好的關係 這個騎士往往可以出的比對方更多 用數量壓制對手 也是在維京團戰的一個很好的表現 這邊肉馬過來想收掉 但是後面有槍兵 槍兵會戳掉這些肉馬喔 要先退 這邊維京人補下了弩兵的升級 所以弩兵慢了一點 OK 升級好 開始反織回去這邊毛兵 二級色也有了 槍兵回頭 這邊細節控制一下 這個要打嗎 不要吧 這個肉馬別上前吧 這一回頭就可以戳掉一隻馬 這個血量 好 那HOT這邊拖到一些時間了 他的主要用意 就是想要讓自己的毛兵 獲得二級色跟戰毛兵的三級 這樣反擊奴兵就可以回去了 哎呀 這裡死了一村 好 右邊的騎士也按了幾隻出來 好 維京人在這個時間點 是經濟還不到全盛時期了 是3TC農了一段時間之後 經濟才會來到最巔峰 好 斯拉夫人這邊補下了雙馬舊 然後一級弓 做一個騎士開局的路線 那斯拉夫人這邊也可以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是按這個奴炮啊 或者是投石車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畢竟自己的工程器很便宜 但如果他開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這就意味著 斯拉夫人喔 開城鎮中心的速度又更慢了一些喔 所以其實某些方面來說 我一定會更希望他這邊開工程器製造所 去反制工兵喔 好 這邊毛兵 想要擋 但是有15隻的弩兵數量非常多 弩兵15隻是沒有辦法兩發一次 集火掉一隻騎士的 大概要集火三次才可以 他沒有二級馬鎧 那兩下就可以了 我還以為他剛剛補了 原來沒有補 難怪這個騎士這麼軟 OK 但最後還是被騎士加上戰毛兵的傷害 解掉了這坨奴兵了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用盡全村的力量 產出所有的騎士之後 沒有開下任何的城鎮中心 但是維京人呢 這邊是3TC已經開能了 三座城鎮中心 經濟開始起飛 待會我們就來看喔 30分鐘之後的維京人 經濟差距會來到多少 這場是賽事喔 也不是一般的天梯 所以我覺得更有這個數據指標 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他贏 到底是有贏多少 這邊就去發 臭民術來到了49對55 當然斯拉夫人這邊是還沒補下 輪軸技術跟手推抽 如果再補下手推成輪軸技術 臭民術差距可能會來到20村喔 哇 那看起來維京人這邊經濟真是蠻噁心的 但他這邊是比較慢點下二級伐木喔 這個通常呢都是升城堡斯帶喔 一升上去喔 就會先點這個二級伐木 跟二級色跟奴定的升級喔 但他這邊可能在前面打在喔 有點忘記喔 現在才補 好那這裡有補一個修道院 修道院待會要來直接招翔 騎士反之也OK 那維京人的老頭呢 這個生侶喔 是稍微偏弱一些的喔 那這邊的用途喔 主要是招翔對方的騎士跟減生物而已喔 並不是真的要來打這個老頭戰喔 那騎士這個單位呢 還是蠻害怕生侶的 只要你遇到騎士喔 你就可以出個修道院 只要你出個老頭 對方都會被你稍微 嚇到 這個克制住的 那裡面有老頭 旁邊這個騎士就不敢一直砍 要砍個幾刀 看到老頭就一定要得撤了 不然會被招翔掉 好這邊招翔 招一個後面的血多 有機會嗎 猜一下 很可惜沒有招翔到 好斯拉夫人在前方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他這邊已經發現喔 對方是3TCKANO 經濟落後的情況下 好不再打一個強軍士喔 兄對手 可能經濟會更弱一點 但這個強軍士 也不夠強 兩斯拉夫人 因為他沒有第一時間就補了 這個有點被拖到了一點 開頭實測的這個時間 這個timing喔 不夠找 可能也是在試探喔 圍巾的兵力有多少 我確認是圍巾再濃喔 兵力不多喔 才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跟修道院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 圍巾要反擊回去 並不是太難的一個問題 自己只要轉出頭實車或是騎士喔 加以反制就可以了 而且這邊轉一些騎士出來喔 也可以去打戰毛兵喔 所以是可以說是一舉兩得喔 這邊圍巾轉騎士是很OK的 好騎士果不其然收掉了一台頭實車 好那這樣的話騎士就不虧了 好後面也轉出了一台頭實車出來 頭實車打頭實 騎士打頭實都OK 工兵 工兵超微斷了一下 那也是有繼續補 好補下了彈道學 那只要有20隻的工兵喔 就可以集火掉一隻騎士喔 大概兩發 集火兩次就可以秒殺一隻騎士了 拿7點傷害對上4點 3滴 射一下有這個3滴的傷害 欸是4滴吧 對阿3滴沒錯 7-4等於3 3滴 那20隻的話就是60滴喔 60滴的話射兩次喔 所以是120 看我沒記錯 那這個要喊喔 這個全部都命中的話才可以 所以要補下彈道學喔 要甩弓的話會更威力一點 好這個城鎮中心看來是要放棄掉了 OK時間也來到了將近遊戲30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圍巾的經濟喔 來到了多少 哇 經濟這邊快要贏了3000資源了 3000資源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可以頂帝王時代 也可以爆出大概20隻的騎士 大概是這種數量吧 這種經濟的優勢喔 這就是現在Meta前十名的文明 維金人 但我依舊還是覺得維金人有點偏弱 雖然以前我真的很愛用維金人 因為維金人經濟真的太好了 很適合我這個偏農型的玩家喔 喜歡打基本攻策略的玩家 也可以嘗試練一下維金人 畢竟維金人的濃度喔 是數一數二的強喔 好 果不起來 維金人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迅速農上去 斯拉夫人這邊還在繼續出兵 想要繼續給對方壓力 讓維金人出更多兵喔 來防守 但維金並沒有想要理他的意思喔 維金現在這邊的打法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這邊開始轉步兵單位 第二種的話就是轉出騎士 步兵跟騎士喔 他一定要選一個喔 我是比較推薦 維金人到帝王時代 轉出步兵喔 會更適合一點 推薦有這個步兵的三級鎧甲 還有三級弓 還有都有 而且 維金人的步兵血量還有加成 整體打巧都是不弱的 這是 喔唷 這邊頭死車一換二了 可以一換三嗎 他想用殘血去換 一換三 太強了 這個維金繡得很好啊 頭死車一換三 唉唷 這邊預判 結果沒有成功 反而被對方回繡了一下 但應該掉了這台 OK 沒問題 阿特這邊被對手的頭死車給繡爛了 一台頭死車換四台 一換四 不得了了 維金人現在這邊非常的好 經濟非常優秀 好 但這邊沒有轉出步兵鎧甲也沒有轉騎兵 這邊直接是想要上個強奴嗎 直接上強奴的話 數量夠多 而且要先想辦法解決掉頭死車的問題 趕快用騎士去解 但騎士去的話 後面有四隻老頭 你要確定喔 追追追追追追 哇 這個被招翔到就很虧了 好 哈特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頭死車 但這邊第一時間 看到敵方升到帝王時代 要先撤退嗎 是我的話 我就想要先撤了 好 斯拉夫這邊是吃騎士嘛 騎士繼續出 但是 露裝騎士要到帝王時代才可以補 而且斯拉夫人也沒有遊俠 以打騎士戰來說 他會更適合推出貴族鐵席 而且貴族鐵席造價也比騎士還要便宜 所以不管怎麼說 若斯拉夫有點下羅斯堡壘 還有大量財寶石賀 就可以趕快去展出貴族鐵席 甚至精銳也可以考慮點下 好 貴晶這邊強弩往前 但頭死車 真的要小心 差一點就全倒 還行 這邊只有一隻老頭 這邊上前第一時間收掉了第一台頭死車嗎 被卡到了一下打到另外一台頭死車 好 但一台頭死車都沒有解掉 現在維晶人會有點難打囉 斯拉夫人這邊騎士 數量開始慢慢變多 來到了快要二十隻 十九隻的騎士了 哇 這邊維晶人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看來還是要打槍兵喔 那維晶人也是有個很明顯的缺點喔 就是他的槍兵喔 是沒有擊兵的喔 跟這個步兵強果阿茲特克一樣 兩邊都是步兵很強的鬼民 但是步兵喔 確實都沒有擊兵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步兵果的問題 那維晶人這邊打騎兵的話 還有銀貫技術 酋長 那酋長點下之後呢 使用自己的步兵喔 擊殺對方的村民手 可以獲得五塊錢的黃金 擊殺老頭的話 還有貿易車隊友 則是二十塊錢 好 這邊投資車砸了一發 砸掉右邊的強奴 但強奴的數量還是有三十九隻 這邊想要強奴跟對方B戰 那最後還是展出了槍兵 但槍兵的部分喔 還沒有升攻防 反正是先讓自己的 攻兵喔 先升好了三級射 但攻兵開下來也沒有提升上去 那維晶狂戰士幫也還沒有點 所以攻擊力現在是六加四 先行轉出了步兵鎧甲 那這邊決定是要轉 步兵路線 而不是騎兵喔 斯拉夫人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 這邊開了一個新的金礦 那斯拉夫人這邊騎士 其實不要再放在這裡喔 趕快去後面喔 逼滴他家裡喔 去偷家 偷後面的村民喔 趕快偷一偷 然後讓他打多線 產生更多的失誤 會更好一些 謝謝 好 果然要出發了 那斯拉夫人士 那斯拉夫人士 這邊可以考慮升中型投石車 或者是弩炮都可以喔 弩炮打工兵跟步兵喔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那投石車當然也是 但要砸著到才行 那目前巨型投石機的部分 是有違建人的數量優勢 現在是第一打高喔 所以這個城堡要比 平常的拆的時間還要再更久一點 那上方的是高達地的巨頭 只要不要完全正中紅心 都可以活著下來 有些強弩被城堡射到 OK 終於把前方的城堡給篩除 從強弩開始往前 想要直接 解決掉斯拉夫的正面部隊 槍兵過來回救一下 除了一些重裝長槍兵 但是強弩的傷害實在太高 這邊繼續拉扯 但是斯拉夫的軍隊 現在是沒有完全集結喔 後方有一些騎士在發呆 哇 中了一半軍隊 才意識到後面還有重裝騎士嗎 原來剛剛上的並不是我的全部 那現在要繼續往前送 那就是在下水餃了 哇 這個水餃 好吃 來一隻重裝 我就射一隻重裝 好 現在有三級的步兵鎧甲的 重裝長槍兵 血量最多的槍兵喔 就是維京人喔 66滴血喔 有三級的板甲時候呢 扛這個戰毛兵喔 也是扛得更久一些喔 雖然也不是說很能扛 稍微能扛 但至少這個步兵喔 是不用錢的 只要露根木頭就行了 好 維京人這邊站上了高低 這邊現在可以高打低 這重裝騎士的速度非常有效率 那斯拉夫人這邊去轉戰毛兵的話 會有點劣勢喔 畢竟自己沒有三級射 所以戰毛兵打起來喔 手會特別短喔 強弩士都他 但是戰毛兵卻打不到強弩喔 而且這邊戰毛兵還要一直去 應對前方的重裝長槍兵 一直遠遠不絕淹過來的問題喔 那斯拉夫這裡也不太敢 輕易轉出 工程器 不過這邊斬工程器的話 會有空艙起 而且現在對方 強烈是高低喔 高打低打工程器也是瞬間秒殺 所以如果要展工程器的話 也要等到維京這邊下了高速才行 不然就是要直接在這個高低喔 補一個工程器喔 快點趕快往上爬 OK 果然補下了工程器的中頭 正前方的城堡 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當然左邊已經完全爆開了 想要直接分成兩隊嗎 一隊在城堡後方 一隊在左邊 一分為二了 還是要先拆掉斯拉夫的城堡 這邊是升級中頭 中型投資車升級當中 還需要一點時間 斯拉夫人這邊可能要全力慘佔毛兵喔 才有可能擋得下來 騎士的部分我是認為 現在在出好像意義不太大 因為現在出去的話 還是太容易被強武給解決掉了 而且現在已經點下了 這個維京狂戰士幫喔 所以現在攻擊是11點 射下去重攻騎士喔 打一下還有6滴血 5滴血才對 一下5滴是非常痛的 好我已經這裡補下了封兵鎧甲 三級鎧甲也補了 坎度又上升了一個檔次 直接衝到了城市中心這裡 好中頭好了 但是左邊的 右邊這個城堡也被打掉了 左邊的陣地這一坨還是解不掉 後面沒有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嗎 這裡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拉了一台實強奴 頭死車過來 砸了一發 但狂戰士吧的傷害還是很高啊 維京的經濟真的好扯 這邊聰明雖然是落後的 但維京的資源 現在還是比斯拉夫人這邊更多 這邊騎士怎麼在發呆 駐守模式 白白白給這些騎士 哇這把哈特打得有點 被打到懵逼了嗎 很多兵一直在發呆的感覺 好同時車過來 強奴閃掉 離陣 直接集火點掉 這就是強奴兵 躲頭死的方法 OK哈特這一瞬間 大家出了GG 出了158隻的強奴維京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則是贏了快要4000資源 食物的部分只有少數了大概1700的資源 其他的資源都是領先殺戶人 甚至黃金也快要3000多 非常多 那軍事方面呢 KD是1.1 這算是一個蠻正常的攻兵的KD值 那這把我覺得維京人的優勢 有完全打出來 經濟領先之後也是開農 也沒有開什麼大招 去前壓寶之類的 穩穩開農 然後用投石車 反騎對手的投石車 甚至轉一些騎士 去做一個應對 應對對方的戰毛兵 然後攻城器 然後奴兵繼續出 然後帝王世代再轉步兵 這一切都是很符合維京人 這個流程的打法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